兩千萬的...不是 兩千塊的吉他跟十二萬的吉他 你聽得出來嗎? 歡迎來到吉卜車 這是一個全新的單元 以後我會拍所有相關關於音樂的主題 我都會放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希望以後他可以不只是有交歌的部分 他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些有關於音樂的小知識 或者是很好玩的一些東西 像今天我就要來跟大家玩一個小遊戲 兩千塊的吉他跟十二萬的吉他的聲音的差別 你到底聽得聽不出來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個前提 這種測試其實是不準的 因為畢竟你們是透過很多電子器材 然後傳送到你們的耳朵 有一個比較公平的一個比較的方法 等一下我會用同樣的器材 同樣的麥克風 同樣的線 同樣的進的電腦音樂軟體 各位可以戴上耳機 你們可以聽得更清楚 而且玩這個小遊戲 就是我會用這兩把架叉非常大的吉他 我們用同樣的東西來測試一下 先介紹一下我用的是什麼器材 我用的器材就是跟我三年前用的器材一模一樣 我用的這支麥克風 就是我現在講話的這支麥克風 有沒有聽到他的雜訊 這一支灰色的 它是JZ Microphones 它有S Made in Latvia 完了 我的錄音介面是 Fireface UC的 在這裡 喔 桌子好亂喔 我的天啊 你們就簡單看過吧 那你們聽到這些聲音 我會全部都bypass 我不會加任何的效果 跟調任何的EQ EQ EQ 我們就一起來試試看這個遊戲吧 GO 字幕志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一支是2000块的吉他 哪一支是12万的吉他呢? 哈!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这样很贱 哈哈哈哈 我要下一支影片再公布给大家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让大家小小期待一下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该订阅的要订阅 该按通知的要赶快按通知 OK?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来公布答案 最后如果你们有喜欢看什么样有趣的主题 关于音乐的部分的话 你们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帮我一起想嘛好不好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有点头脑简单 就是一直想不到就是很奇怪的主题